这个凋零骷髅农场差点就近了 好在水油板凳和幼云的温馨提示下 GTV才得以把志祺视频给水出来 效率的话按照字母隔着测试 一小时可以有180个凋零头路 那么非要不多说立马开创造 对于这个农场 第一个难点是得找到下跌要塞 而且还不是随随便便的那种 一定得是灵魂杀峡谷的 而且还是得有这种十字路口的 当然周边有岩浆有封闭式地形 那是最好了 而至于找下跌要塞的方法 由于考虑到同学们的时间都很宝贵 那只能放到以后的冷知识介绍里面啦 由于GTV录制的时候 是在头皮屑三角周 头皮有点多 大家忍一忍 首先在中心位置放个定位方块 然后叠三个辅助方块 放个方块之后辅助方块就可以拆了 然后来到桥底和上面一样 这里也达三个辅助方块 目的也是为了定位 接着以这个定位方块为基准 我们向后数14格 在第15格的位置我们定位一下 这条边弄完了 另外三条边也是这么弄 弄完了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四掌魔法 以最下面的定位方块为水平线 清理一下周边的下接砖 但需要注意 长掉的下接砖可要收好了 待会还要用的 记得以这个方块为基准 四边各延伸9个 再来我们把四边连起来 把中间的空缺补齐 这样一来 我们就获得了一块19x19的区域了 但这仅仅是开始 所以我们在桥柱的中间位置 再向后搭5个 也就是定位方块的前一个 同样的另外三个方向都是这么做 那接下来就不用居留说了 还是苦臂的连起来 还是苦臂的填起来 等这一层做好了 那恭喜你 你还差两车 没错 这个凋零骷髅农场结构简单 但就是有一点点干 这下你们明白 为什么绝对不重新在 灵魂沙峡谷录素材的原因了吧 等三层都弄好了 现在我们来做农场的诱补装置 惭愧的都是通过株林来吸引仇恨 但缺点嘛 就是运输难度大 但其实铁盔蕾同样也可以 吸引凋零骷髅的仇恨 首先我们在中间处 挖个三层上的区域 需要注意定位方块可不要拆了 然后从裤兜里掏出石墙 像这样子给这个区域给包起来 但这里只需要三边就可以了 接着把这三个方块给拆了 换成玻璃的 说实话 剧队友不是很懂这一步的意义 有懂的同学解答一下吗 然后我们再用裤兜里的石墙 在这五个位置放上 但需要注意这个石墙得垫一下 完事了再给中间这三个压力板 这一步是为了避免怪物生成在这里 接着用搬转在围墙上围一圈 好确保我们人质的安全 避免不良分子对他的伤害 然后这里剧队友放出了 不应该是这样放的 而是贴在里面 在玻璃上放的 不然待会掉灵骷髅就掉不下去了 各位同学可要记得哈 所有在中间这打个半砖 所有两边这用活板门挡一下 接着我们再往前一格开个口 活板门放上 这就是常见的巡路陷阱 到这里我们的诱补装置就完成了 但不要开心的太早 因为我们还要在第二层第三层 露出这样的装置 同时我们还有四个非常关键的步骤 还没有做呢 第一个是把铁盔里放到他的位置 方法的话非常的简单 就这样瓶子搭 在半砖上放个南瓜头 说不定是他就进去了 第二个我们在下接岩的位置上 都放满凋零玫瑰 因为凋零骷髅有着这么一个特性 除了他之外 没人能在凋零玫瑰上生成 第三个在右眼所见的下接砖上 我们还要放上按钮压力板或者半砖 没办法 为了防刷怪干就得干的了 第四个就是做我们的收集和猝食平台 虽然上面都被GTB一笔带过 但还不是为了节省同学们的时间嘛 看到这还不给GTB一个三连吗 以第三层的高度为基准 这里是70 那么我们就要从坑这里 一路往下挖到Y等于33的位置 并且坑的周边还要用辅助方块给封一下 不然凋零骷髅可能就会从空中跑掉了 前面的三个钻石块就是凋零骷髅的落脚点 我们在右边放上三个大箱子 然后再把漏斗接上去 把半砖铺在漏斗的上面 这样以来我们就可以安心的给凋零骷髅修修脚了 对了 在坑的周边还要这样子封一下 不然凋零骷髅就会跑出来给你爱的贴贴 看到这或许有的同学会说 这高度差掉下来就直接隔屁了 还修什么脚 啊对 所以以修脚式的地面高度为基准 再加上21格的位置 我们到下三桶细血桶 刚才是33 也就是在54的位置 这样一来 一旦凋零骷髅掉下来 经过细血的缓冲 再掉下来就刚刚好可以被我们修脚了 来到这里 我们的凋零骷髅农场就完成了 说实话 结构不难就是废时间废材料 而且对于群细和药塞的结构 都有着一定的讲究 因为在天时地利人和都没有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 这凋零骷髅简直就和绝了玉一样 一个都见不到 好在有同学们的提醒 Gilbert的这期视频才能做出来 而至于Gilbert有没有在灵魂沙峡谷重建 好在有结构方块的帮助 找到合适了 啪的一声 整个农场就搬过来了 实测下来的话 10分钟抢夺3的情况下 还是有4个头和一些垃圾 看来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 不过起码正式的 这个农场是可以用的 啊对了 Gilbert有感觉的话 会比抓把更好 好了 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吃个精神菇 我们下期再见